第二个习惯叫做以终为始 所谓以终为始的概念叫做 其实说穿了叫做目标设定 我觉得做很多事情包含陪伴孩子 都要有一个长期的目标 每个人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重心 你的重心是什么 其实七个习惯里面鼓励大家 用原则当作重心 什么叫做用原则当重心 例如说我对于教育这个工作 我有什么原则 我对于陪伴孩子我有什么原则 这些就是我的原则 这是我自己写的 我跟孩子互动 我要相信孩子 说到做到 有规矩 彼此尊重 允许犯错 这就是我在跟孩子相处当中 我觉得很重要的基本原则 那我处理所有的事情 我都是不会脱离这些原则的 这就是我的重心 那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的孩子年纪还很小 你请你想象未来好不好 20年后 你希望你孩子是什么样子 30年后40年后 你希望你孩子有什么样的能力 其实你现在就要开始努力 这是以忠为时的提醒 忠就是忠点 死就是现在 所以你要练习写下 你自己对于孩子的使命宣言 你对于教养这件事情的重要的原则 我的就是我一开始就讲了 启发潜能 不放弃每一个孩子 然后教育就是生活 落实在自然情境当中的教学 那你的是什么 你可以花点时间把它写下来 第三个习惯叫要事第一 所以要事第一 其实谈的叫做时间管理 所以如果今天你跟你孩子的互动当中 你的教养的过程当中 你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的 请用这个表格去做一些分类 重要性跟紧急性 这边我只做一个提醒就好 人最常在处理的事情 就是紧急的事情 很多人会说 那这个表格里面 到底哪些是真的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会说 又紧急又重要的事情 是最重要的对吧 因为它又重要 那又很紧急 我一定要做 但是其实不要忘记 真正最容易忽略的东西 叫做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你跟你的孩子的相处当中 有很多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会被你忽略的 举例来说 我刚好讲 自我决定 对我来说是孩子很重要的能力 但是很多人会忽略 他不给孩子决定的机会 不跟他讨论 不让他面对问题 那你怎么去培养他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是大家最容易被忽略的 所以怎么样不被忽略 就是把这些事情排在你的时间表里面 你的schedule里面 你用任何的形式力都好 你就把它放进去 这个时间我就处理这件事情 接下来习惯四五六谈的就做 从独立的人变成一个跟人家相互依赖的人 那你要有几个习惯 第一个叫双赢的思维 你跟孩子的互动 或者你跟孩子相关重要他人的互动 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 你在做互动的时候 你第一点你一定要先想 我要双赢 不是只有我自己好 你要先想想看 对方的好是什么 这是一个心态 你有这个好的心态 你才能够创造好的互动 有各种不同的组合 在双赢思维这个脉络下讨论 我只能跟大家讲 最好的叫双赢 第二个叫做什么 都不在上面 第二好的叫做不互动 就当今天你还没有想到好的方式 还没有想到好的策略 不合作不互动 其实是第二好的 比输赢跟赢输都好 你可以先等一下 暂缓一下 等你想到一个更好的策略的时候 才去做讨论做互动 所谓双赢是一个心态 再来 习惯五叫做知彼结己 知彼结己叫做技巧 里面讲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 你要能够做到同理心的倾听 就是我前面刚刚讲的一些重要的练习 你要先听对方 第二个 从字面上你可能会误会他的意思 知彼结己第二个重要的意思叫做 你要用尊重他人的方式让对方理解你 这叫沟通 尊重他人的方式让对方理解你的想法 这叫技巧 但如果你没有双赢的思维 你也不用谈技巧 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双赢 你就根本不可能用到这些事情 我昨天脸书应该写一个 我看到一篇文章叫做直问式句型 就很多人讲话会用直问式的句型 例如说 我跟你说你怎么都还不这样 就是一个否定再加上一个问句 你自己想一下如果你生活当中听到这些话 你会多么不舒服 但其实很多大人都跟小孩这样说话 你怎么不怎么怎么样 你为什么还不怎么怎么样 你去检视一下你自己 这就不叫做用尊重他人的方式让对方理解你 你可以直接沟通啊 你期待他做什么行为 你期待他有什么表现 你就直接的沟通 所以永远先听 对我来说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其实在我处理很多孩子的 实际的生活当中的问题 我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境 这是网路上找的一张图 你看看 就是你也好 或是老师也好 你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境 蓝色的笔跟红色的笔 然后墙壁上都是蓝色嘛 蓝色的笔就跟你说是红色的笔干的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不可能嘛 你就一定觉得就是他干的嘛 但是其实十分钟前是这样 所以你能想象吗 你没有在现场 你能够想象是这样吗 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是这样 他百口莫辩 他怎么讲你也不会相信 但事实上就不是你想那样 所以我刚才已经提醒大家了 永远先相信 我们再来讨论 避免你一开始就不信任他 OK 所以所谓的同理心就是角度的不同而已 没有人绝对的对跟不对 那是脉络的问题 我觉得很多时候沟通是不能跳离出脉络的 当你在不同的脉络的时候 你的理解就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只能建议他 大家要能够排除情绪 跟先把自己的身份丢掉 孩子愿意听你说话 愿意听你的话 不是因为你是他爸妈 而是因为他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那真诚地表达自己 你要做到所谓的一致性的沟通 就是不要用所谓质问式的句型 去跟别人互动 用的就是你真的是怎么想的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常常跟很多家长 跟很多孩子说 你很生气你也可以好好说 这就是你主动的选择 你也可以破口大骂 你也可以好好说 那就看你要做什么 第六个习惯叫统合重效 他其实谈的叫做结果 请大家相信 今天你提了一个A方案 你的孩子提了一个B方案 你跟他之间永远有C方案 可以选择 只要你有双赢的思维 你愿意知彼结迹 你有这个技巧 你们就可以找到 大家都接受的C方案 但你要先相信 第七个习惯是大家很重要的 所有人都很重要 就是不断的更新 就是身心灵 不断的更新 可能是阅读 可能是来听一个课 可能是去跑步 去运动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放松 我常常跟很多家长讲 爸爸妈妈这个身份 也只是你人生当中 其中一个身份而已 不是全部 你还有你自己 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 但是因为很多 有特殊教育需求孩子的家长 会因为这个身份 喘不过气 那我觉得这是需要调整的 OK 最后最后 跟大家分享几件事 就是 这是我自己的体会跟观察 还有我自己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全世界 现在共同会面对到的 两个问题 在特殊教育里面 第一个叫做 特殊教育需求孩子 在融合教育环境的适应问题 很多 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 在一般的学习环境 他可能遇到的困难 是你无法想象的 但的确他衍生出非常多的问题 第二个 是成年的孩子安置 跟终身学习的问题 你只要想象 如果你有一个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 今天你不在这个世界上 尤其他可能是中重度的时候 你不在这个世界上 谁会帮他 你放心吗 我们只要用这个假设性的问题 去假想一下自己 你就可以同理这样的家长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这也是我自己持续在努力的 包含我成立了一个协会 我在做第一件事情 融合教育的问题 在做所谓大龄孩子的一些 终身的救养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的梦想 那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始讲了吗 我希望我的工作室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这些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 学会跟他自己的特质 和平共处 所以我想办一间学校 那现在正在这条路上 这是我接下来的目标 也很多都实际在落实当中 包含协会年底就会在台湾成立 包含在上海会有第一间 我规划的一间学校 会在上海会先开展 台北未来也会有 正在努力当中 最后很高兴能够来这边 谢谢